好 我們來告訴大家 在今天跟大家講的 就是金曝4月22號 徐曉星又打臉花蓮暴雨 還要告訴大家 就是蕭美琴這個養酒案 我覺得很誇張的是 很多資料出來 當時外交部說 那個資料可能是造假 結果今天財政部說 那個資料是對的 那個文件是對的 那要不要查一下 為什麼外交部跟財政部 之間的公文會外寫 然後為什麼相關的這個清單 會外泄 我覺得這個才是 今天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沒有人會相信 徐曉星一件事 沒有人會相信 蕭美琴她會有所謂的 故意把這個酒運進來 好 我們來告訴大家 在今天內容當中 扯蕭美琴養酒陰謀論 先三風暴 第一個 駭客新黨扯中 為什麼扯到駭客跟新黨 還有就是葛馬蘭走私 太扯了嗎 葛馬蘭台灣的酒 第二個 台電老總不滿的謠言 為什麼 因為有關於他請辭謠言太多 我覺得大家都在那邊 你一句我一句 所以他最後就不辭了 另外再來告訴大家 布林肯將在明天到中國去 這一切都是有相關的狀況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蕭美琴的這個情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新黨副發言人 游志斌 他在20號 20號是什麼時候 就禮拜六 他在臉書爆料 說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 透過外交部要求官務署 免私酒查驗23坪 然後外交部跟財政部都協助辦理 好 這裡有公文 我剛剛跟大家講 這個是當中的一個公文 我再放大一點 這個是外交部的公文 那外交部的公文 他們也不算什麼機密 外交部的公文 因為這個是誰曝光出來 不是新黨的人曝光出來 最早的時候 就是曝光出來的那個組織 就是說他們拿來有沒有 就是來兜售 暗網裡面兜售 我們的外交部的情資 上禮拜就講了 結果他就丟出來說 還有英文 他說這次是跟Shoppy Kim有關 那我跟大家講 這裡面是什麼 這當中 先是後來是新黨的游志斌 來對外公布 但最早不是 最早是在往前兩天 4月18號的時候 暗網兜售外交部機密的地下論壇 地下論壇叫Bratchett 對不對 這地下論壇呢 他竟然就丟出一個新的內容 他說 New Sample includes Taiwan Vice President Shoppy Kim Smuggling alcohol Through the MOFA 你這樣顯誇張 怎麼意思 Smuggling是走私 就是說他走私酒精 酒類 Through MOFA 就是外交部 你這樣講真的太誇張 不但不是事實 而且是詆毀了我們 然後這裡就有公文 有什麼東西都出來 那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公文呢 是今年3月15號的公文 就不是什麼機密 不是什麼機密 那就還好了 但是你前面那個 所謂要外泄外交部資料 那個是機密嘛 他說這個公文不是機密 然後第一份是什麼 我們仔細看 第一份 外交部韓文 財政部的國庫署 還有基隆官 就是說 準於免付 煙酒進口業的 許可執照的飲本 還有衛生茶業 然後第二份就是說 財政部回覆 外交部同意 這兩份不是機密 但是呢 今天財政部長 莊翠雲在立法院 就直接打臉 打臉什麼 打臉這個新黨的說法 他說 蕭美琴是按照政府派駐 國外人員 任滿調回 攜帶自用物品的辦法 他是有一個這個辦法 駐外人員 第49條吧 駐外人員可以依法申請 免查驗 他說我們122年 已經有55個駐外人員 如此 最新三個月 幾十三百喜 請 不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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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